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应新冠肺炎台北木扎动物园避原防疫已经超过一个月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特别推出没人气动物园企划 想让民众瞧瞧少了游客观看的动物们出现了哪些变化 虽然在开园的时候有游客来观赏的时候 动物其实也没有太紧迫的状况 但是在避原之后我们确实有发现有很多的动物都比平常更加的放松 那活动的范围也跟之前不一样 像是平时就爱亲近人的河马少了游客 一看到有人经过马上就踢过来把脸靠在玻璃上 像是河马或者是打架 他们其实对游客会比较有好奇心 所以反正是在里面有游客的时候 他会有时候好奇地靠过来玻璃店这边看过 诶 怎么都到哪里去了 那这段期间我们的公众人偶尔会经过这边 那他就会很好奇地看 诶 终于有人来了这是谁这样 所以会看到他们会靠在玻璃店里满长一段时间 另一头刚满七个月大的金刚星星宝宝 跟着妈妈自由活动时也努力探访着新世界 展区里的植栽到处是被他攀折啃咬的痕迹 形成了有趣画面 金刚宝宝他在这个半岁的年纪里 本来就是会去很用力地去探访他的环境 那他的展场里面很多植栽 他当然就是会一不容易地去 来做一些小小的摧残就是正常的 就连本时很少献宗的台湾云豹 也难得走到前场 其他像是敏感的草食性动物 梅花鹿跟公角羚羊 更放下戒心 把展区当成休闲场 活动一下进步 例如猫科动物他们在平常白天的时候 也都会在靠近游客面的地方走动 那像是比较容易紧张的草食兽 例如梅花鹿或是公角羚羊羊也是 他们甚至会在大白天的时候 就靠近游客面的树荫下面乘凉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游客的状况下 他们其实对在游客面经过的一些人 甚至连我们工作人员他们会觉得非常的谨慎 有人经过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停顺目里 像把我们的目送离开这样的 为了降低群聚风险 园区内的保育员也分流上班 除了全程戴口罩也严格执行消毒步骤 兽医则是取消动物的例行见解 减少不必要的接触机会 防疫期间少了人气的动物园 尽管静悄悄的 但是透过保育员的影片 也让大家看到了动物自在放松的一面